东午前夕中和第一分局结合金术基金会送爱心 再送物资慰问清寒独居长辈 希望能带给他们关怀 感受社会上暖暖的爱心 警察同仁不只是要保护社会秩序 更是与金术基金会合作投入关怀活动的最前线 带着物资关怀住在秀朗路三段 90岁的独居长辈马祖英老先生 很感谢那个分局长给我们基金会有这个机会 在这个社区里面关怀这些老人家 这些都是我们长辈 我认为说刚才分局长也说 关怀老人这一块我们还可以再扩大 来帮助这些老人家 我是感谢分局长跟派所 他们很用心给我们这个机会 谢谢这个分局长 谢谢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 谢谢你们到这里关心我 我老人很感谢 很感谢 很感谢 老先生孤单一个人 难得有人来探访 让他真的很开心 而综合一分局和金术基金会所准备的物资 希望能够为他带来实质的帮助 让老先生不必担心饿肚子 另外一处慰问户 则是身体虚弱的阿公 带着身心障碍的孙子生活 两个人的处境更需要社会各界带来更多的关心 因为我们警察勤务的活动有一个家户访查 同仁在家户访查的过程中 发现社区需要急需社会资源协助的独居的老人等 会跟我们分局做个反应 我们就结合这个金术机构 借着警察节这个机会 让我们在庆祝警察节的过当时 也让这些独居老人 有感受到过节的一个气氛 也请这个金术机构 赠送了马先生 马老先生 一些日常的生活必需品 包括像这个乐天中需要的电风扇 还有罐头食品 还有清洁用品 表达我们对社会需要协助的 弱势团体的一个关心 台湾底层社会中 还有更多需要关怀的族群 综合第一分局和金术机金会 仍会持续把爱传出去 让弱势的民众能够感受到更多温暖 中嘉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